佛光照大地发洗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宇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佛光山欧洲影视主 在云端展开了 今年第一场的培训交流 来自各国成员 他们集思广益 投入了工作分配 要在接下来的活动当中 将拍摄的工作做到最好 让人间佛教的真善美样貌 能够传递出去 我通常在录制的时候 会稍微的去调整一下画面 分享自己在录制影片过程中的 学习心得 佛光欧洲影视组成员 在云端展开今年首次培训课 来自各国青年成员集思广益 分配接下来的22场 线上讲坛工作内容 无论是受过专业训练 或是自学成才 影视小组自创立起 就积极投入各项活动拍摄 在妙多法师带领下 记录人间佛教正下美瞬间 提出各项建议相互交流 一起把服务品质买向最好 所以在文章里面 大师也告诉我们 在各个面向都持续精进 2022首场欧洲佛光山 云莱吉讲坛登场 离请欧洲佛光山副总助持 决云法师 西班牙佛光山兼四决心法师 以及日内瓦会议中心决云法师 三位与谭哲人又不同角度解说佛法真意 听着师父们精彩的分享和解说 让我对这些佛法知识更深刻的了解 让我深刻感受到修行 是圣地无常 原来无时不在我们身边 让我更深入的体会到 佛法原来就在生活中 勉励所有佛光人深入经典 才能了解佛陀本怀 透过服务他人的过程 更是为自己获得欢喜心 要不断进一步成长 才能拥有无穷的未来和希望 人间卫视综合报道 我相信呢大家都有